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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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球推右大球左協走相對呢 1968年1969年 尼克松上台以後 當了總統以後 一代的向中國表示 哥倫 當時也剛才的向周克雷先生講的 中國正在搞磨了國際 也由於蘇聯對中國的壓力 也想跟美國對方好好關心 到底隔了二十幾年 你也想要養友好 也得找個機會 當時呢 在朝鮮戰場 就五零年到五三年 打了三千仗 中國和美國打了三千仗 但是呢 並沒有把事情做絕 還保了另一條中美大手機 脫了華沙會堂的一條通道 但是周恩來總理 也只是外交人員 看到這條通道裡面有沒有什麼變化 可是呢 沒有什麼變化 到了一九七零年 毛主席又把自己的老朋友 還有埃德加斯諾 他在三幾年寫過《紅心照耀中國》 那邊非常有名的書 跟他談了五次 還是不解決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 在七零年末 日本的拼寫主席浩登賈兒先生 來中國駐地 請中國參加在日本民族舉行的 第31節世界 《紅心照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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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呢 讓我們中國去 當時我們對方有兩種經驗 有些同志們就主張去 有些人呢 就不主張去 在這個時候呢 毛主席呢 就提出來 我隊一定去 另外周恩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 就提出來 我們這個隊伍啊 參加三十屆世界比賽 要貫徹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 過去周恩來總理 給我們每次出國的指示啊 都是友誼重於比賽 可是這次呢 提出來不一樣 就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 把友誼擺在前面 就是把政治擺在手裡 我們六十個人的隊伍 都到了日本呢 對我們招呼得非常好 什麼都是專的 專用的旅館 專車 專人保衛 為什麼日本對我們招呼這麼好呢 因為我們有兩屆都參加 六七年二十九屆 六九年三十屆 兩屆都參加 世界世界比賽 日本人認為 沒有中國參加的世界比賽 不成為世界比賽 我們到了日本 我們的駐地 到比賽場 有十五分鐘的路程 有這麼一天 我們中國代表他很多坐的車 就在這車啊 四開還沒有開的時候 從外頭跳上了一位 長頭破的外國運輪 因為他上來的時候是這樣 一看全是中國運輪 他都一回頭 這是車門關上 後邊這個 USA 我們中國運輪 下車翻譯 他一上來以後 大家一看 美國運輪 中國運輪 我們中國運輪 我們中國運輪 一看 誰都不敢理 為什麼 因為過去 我們歷次出國 領導都有指示 跟誰握手都不能跟美國 跟誰照相都不能跟美國 跟誰說話都不能跟美國 總之 跟美國運輪 不得有任何的問題 我從小受的教育 也是什麼教育呢 因為我十歲的時候 當時抗美援朝戰爭開始 那個時候那大喇叭 那邊沒有電視 都是那個喇叭組子掛在邊桿上 播送的是什麼呢 播送的是 咻咻咻 騎昂 打敗美國野心了 當時呢 又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 這個階級的輪內給寫上 風格都特別緊 凡是在過去跟外國人往來的 不是被打上 叛途 叛奸 特務 死不該回走的 最輕的也來個禮城外國 所以 那每個一年上車以後 就一直站在門口 沒有一個主人跟他說話 我坐的車的最後 離它最遠 我就在想 我一看 別人誰都不理 這時候我就在想 我也要去聽 我為什麼有這種想法 因為 我就在想 1970年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 對思諾講過一句話 現在 我們要集大希望於美國人 我的家庭 是書鄉門底 也是名門望族 所受的教育 也都是儒家思想 和為貴的教育 所以根據這些想法 因為平常他們都是一般隊員 當成我是世界冠軍 所以過去在隊內 一般有什麼事情 都是我出面去做 所以我看這時候大家都不去做 我想 我應該代表大家去做 要去的話 得拿禮物 比一隻幫 所以當時中國人比較窮 一般的隊員沒有禮物 只有我們幾個助理隊員有禮物 什麼禮物呢 毛鯉相張 小憋針 韓香善 小知情 所以我在包裏呢 還放了兩個這麼大的 大知情 我想要給美國一年送禮 小的不好拿出去 找個兒最大的 我就把這禮物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我就往前走 剛剛就往前一迈步 大家一穿去問我 你幹嘛去 我說 跟那每個一年 聊了去 就談談去 大家就說 別去 別惹事 別理著 就對我發出 關懷的支持 我為什麼不聽大家的話呢 而且跟大家說 我說 他是個運動員 又不是決定美國政策的人 我找個翻譯給我 我就問他 我說你叫什麼名 我說叫哥倫坤 後來我就跟他說 我說美國政府 雖然對中國不友好 但是美國人民 都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為了表達我們中國人民 對美國人民的友誼 我送你一個禮物 做紀念 把他給他 你想了嗎 十分鐘 沒有一個人理他 這十分鐘 還剩下那五分鐘 我呢 過去了 又理他又給他送禮 真是受苦弱 今天 當時他十九歲 接著我給他那禮物 哎呀 他那個天真的 那個浪漫 那個可愛的樣子 都寫在他那個笑臉上 我到現在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完了以後翻譯就問他 你說誰給你送禮嗎 他說知道 十幾冠軍裝活動 另外就說 祝你們在比賽中間取得好車 到了體育館以後 這車門一打開 那體育館前的都是記錄 你想吧 中國代表團 是日本媒體追逐的對象 兩年沒參加 這次 參加了 一開門 一看 中國車友來了個 美國一年 每天在旁邊就站著我 就手裡拿著中國的禮物 記者一下就跟我們猛拍啊 我們來一塊兒去 時間拍照 第二天日本 幾大報紙 頭版頭條 通籃標題 托病茂 就登出來了 登出來了什麼呢 中美階級 當天晚上 副團長找我談話 一進門先讓我看看這報紙 你看看這報紙 我一看 頭版上我們倆的照片這麼大 我就說這怎麼了 他就說 小莊你 你可不能跟他再來往啊 這事兒可鬧大了 我也不服氣啊 我就說 我領隊 不是毛你說了嗎 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 和下面普通工作人員相拒絕 我怎麼剛一拒絕 你說這事兒能當大的 哈哈哈哈 領隊一聽呢 坑著半天坑著不出來 他反應可別壞 他說小莊 你們現在設計裏面 你們的任務是積定力量 拿好比賽 正式的事情 我們幫你處理 你看好不好啊 那領隊就一說 那我能說什麽 我說好吧 我說我積定就不跟 我就不去李德了 我就說打好比賽 這就對了 我說可以走了嗎 他說走吧 所以李德也沒聽見我就走了 問題是我不理科 不是吧 可科得理我呀 哈哈哈哈 拿著我送他這禮物 再提我還是晃來晃去 這兒上 那兒上 反正他整天晃了 而且他有持續策 知道我什麽去比賽 就在那個路上等著我 完了 你看我過來 一把抱著我 他把他準備好的禮物啊 因為昨天我送他禮物了 他把他美國運動山 給了一個美國PK的紀念章 就送給我 你送給我以後 他記得又在旁邊 又公然一堆懲罩 這第三天 美國的副領隊哈里森 來中國駐地請求接見 一進門就說 這幾天我被中美兩國運動員的 友好氣氛所感染了 你們試聽賽以後 邀請了我們美國 美國北部的加拿大訪問中國 也邀請了我們美國北部 美國南部的墨西哥訪問中國 是不是也能邀請我們美國訪問中國 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那時候你傳場哪兒講回答這問題啊 您先回去 你研究研究研究得答 哈里森一走 我們這個屋裡就熱鬧 第一個通知就說 什麽 美國想訪問中國 這哪是時候啊 第二個就說 全是小方給惹的事兒 他不惹事兒 美國的趙團長都跑到中國駐地上來 最後趙團長發表總結一個意見 口管著 讓大家發表情 這時候 站在趙團長身後 有一位 就提醒趙團長說 趙團長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治會見 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動向 你必須向國內匯報 然後趙團長就說 那您就幫助我們發報 這個電報就發到了北京 發到了外交部 外交部就超過國家第一位 國家第一位一看 美國香港是中國 這哪是時候啊 把這個C的抽進去 這是外交部 就提出意見 提出意見 是這麼提的 由於美國支持台灣的蔣介石集團 在亞平聯裡面 搞兩個中國的一幕 因此美國提出訪華 是不合時宜的 請周總理樂事 然後周恩來一看呢 外交部的不同意 然後周總理就是 畫了一圈 同意外交部的意見 下面又註一條意見 把願意訪華的美國人名單 記錄下來 以便今後和他們取得聯繫 成毛主行樂史 毛主一看 外交部不同意 周總理也不同意 他就畫了一圈 表示我看過 退外交部 往海榮主存檔 如果事情發展到這時候 這拼框跟外交 就永遠不會連在一塊兒 下一步就是 乒乓外交的第二步 這時候毛主就吃了 在安眠麵就準備睡覺 大家知道 安眠麵不是一吃就能著的 是不是 毛主一繼續看那兩本大餐口 就上了一本 下了一本那兩本大餐口 毛主一就看哪看哪 毛主一看 看到七十八夜這時候 毛主一下看到外電報道 我在車上跟科恩 跟美國媒體科恩所說的話 我給他送的禮 毛主一看到這個時候 眼睛一亮 說了一句話 邀請美國平方牛隊訪華 毛主一邀請美國平方牛隊訪華 有幾大理想 第一點 揭開了中國外交是什麽 最燦爛揮煌的一路 1949到197 22年間和中國建交 只有34個國家 毛主一邀請美國團隊訪華 短短的從197年的4月到197年底 7個月和中國建交的就是18年 隔了4個月以後 中國在聯合國 聯合國以76票贊成 35票反對 17票 全壓倒多數的中國技術 第二點 毛主一邀請美國團隊訪華 實際上是被中國的改革開放 電力技術 第三點 毛主一邀請美國團隊訪華 東西方冷戰就在 兵方百交流裡結束 東西方緩和 就從兵方百交流裡開始 所以當毛主一隻手和尼克松手 握在一塊兒的時候 不但打開了世界的新格局 而標著世界一個偉大的轉折 在五彩繽紛的世界裡 只有偉人的慧眼 才能抓住得看似十分平凡 卻是非常非常重要和關鍵的瞬間 這個瞬間被毛旅抓到了 下面你看我講一段毛旅的話 毛旅說 我為什麼要邀請美國團隊訪華 中美友好 大勢所趨 人心所向 你看 莊澤東和柯恩他們的交往多麼自然 他們沒有往事的揪口和恩恩怨怨 就是有些顧慮 那也是由於歷史所造成的 我不請 他們怎麼能來 讓他們看看 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 更不是三頭六背 親面獠牙 請 我莊澤東只會打對方球 只能從台這邊打到台那邊 有時候下房有時候出界 從地球這邊打到地球那邊 那是毛澤東 是尼克松 是周恩來 是基金格 中美的關係 那時候還是比較艱難的 但是通過這個幾十年的風風雨雨 已經不是這麼艱難 所以中美友好已經發展成飛 不可遏制的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潮流 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為我們中國 中美兩國人民的和諧 為世界的和諧做出我們的努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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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